想要製作出一個能夠展示出你個人品牌的 YouTube片尾動畫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不希望你去花費很多時間 不希望你去花錢 不希望你去學習那些複雜的軟體 才能夠做得出來 今天這期影片 我也教你使用免費的工具 用最簡單的方法 來製作出YouTube的片尾動畫 Hello 大家好 歡迎畫畫片 我是 Grayson 如果想同我YouTube頻道 在網路上导致自己的跟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描述完 也有很多金玉的片尾動畫的使用工具 很多人會不知道應該在哪裡放他的片尾動畫 像我來告訴大家 應該在什麼位置放置你的片尾動畫 這裡我使用的是Premier Pro 你可以使用任何的影片剪輯軟體 像我來播放一下這個片段 今天這期影片 我會教你使用免費的工具 用最簡單的方法 來製作出YouTube的片尾動畫 這個時候我就介紹完了開頭 然後就可以進入到我的片尾動畫 在這裡我加入了一段音樂 如果你想要找到比較多高質量的音樂 可以去Artlist這個網站 裡面提供很多高質量無版權素材的音樂 我也把鏈接放到底下評論區 首先如果你沒有看法帳號 你需要註冊一個看法帳號 我會在評論區裡面 提供CamaPro的註冊鏈接 大家可以享受使用30天免費的CamaPro 當你有了帳戶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Cama首頁 然後你可以在搜索欄裡面搜索YouTube Incho 這裡面就提供了很多現成的模板 你可以對這些模板進行修改 就可以做出你的YouTube片尾動畫 比如說我找到這個片尾動畫模板 我可以選擇這個模板 這裡面總共有4張畫面 我可以一致度要進行修改 首先我更改第一張畫面 在這裡面你可以輸入你任何想要的信息 如果是我我就會想要告訴觀眾 我頻道的主要價值 觀眾能夠從我的頻道裡面得到什麼樣的信息 例如現在我就輸入我頻道的第一個價值 就是幫助觀眾進行網路創業 然後我可以更改一下這個字體的顏色 我可以更改成我的品牌色黃色 然後也修改一下這個背景的顏色 修改成我另一個品牌顏色 橙色 現在這一張頁面我就完成了 接下來同樣的方法 我修改第二張頁面 我把文字修改成了網路賺錢 這一頁的畫面的字體的顏色 還有背景的顏色 我都不做修改 接下來修改第三個頁面 同樣的修改文字的信息 然後我將把背景的顏色更改成黃色 接下來修改最後一個頁面 這裡面它提供的背景是一個影片的背景 如果你有適合的影片素材 你可以加入到這個背景裡面 在這裡我就不加入影片的背景 我會使用一個簡單乾淨的背景 作為代替 所以我來到照片 在這裡找到背景 這裡我選擇一個乾淨的大理石背景 我先把這個背景刪除掉 然後再選擇這個背景 然後調整這個背景的大小 然後右肌把它移植到最後 為了避免我們移動這個背景 我可以把它鎖住 然後我需要更改這些文本 首先這裡我需要加入我頭像 這裡是個群組 我需要首先取消群組 點擊這裡取消群組 然後刪除掉這個頭像 然後我需要加入我頭像 首先我會使用一個框架 我來到元素選項 找到這裡有個框架 然後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這裡我上傳了我頻道頭像 我可以把它透露到這個框架裡面 現在我的頻道頭像就變成了圓形 然後我需要更改這個文字 我需要更改成我頻道的名字 我需要給它增加一些字母間的間距 選這個文字 然後選這個間距 增加一些字母間距 然後我可以修改一下我頻道頭像 還有我頻道名稱之間的間距 接下來我先修改一下底下的信息 這裡面你可以簡單的概括你頻道的價值 像我是輸入了我頻道的價值 幫你通過E2在網路上打造自己個人的品牌 我也修改一下這些文字之間的間距 還是顯示間距 加入一些字母間距 最後我們來進行整體的調整 在調整完之後 我們全選 然後建立群組 然後修改它的位置 讓它居中 像我們就做好了我們片頭動畫的設計 然後我們可以從頭開始播放一下 點擊右上角播放 這裡顯示的是 這個片頭動畫有8.5秒鐘 像我來調整一下每個頁面的時長 我想要前三個頁面它們時長都是1秒鐘 現在第一個頁面它已經就是1秒鐘的時長 然後我們修改一下第二張頁面 修改前1秒鐘 然後第三個頁面也修改成1秒鐘 然後最後一個頁面可以長一點 把它修改成2秒鐘 我們再來播放一下 像我的這個片頭動畫就做完了 我們可以選擇右上角下載 選擇MP4格式 選擇所有的頁面 然後我們點擊下載 像我們需要導入到我們剪輯項題裡面 我現在來到Premiere Pro 然後把剛才組織好的片頭動畫 突入到剪輯區裡面 像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今天這影片 我會教你使用免費的工具 用最簡單的方法 來製作出YouTube的片頭動畫 接下來我來教大家製作第二種YouTube片頭動畫 是比較具有科技感的 比較適合於遊戲頻道或是科技頻道 這次我們完全從零開始製作 首先我需要來到Kama首頁 然後點擊右上角建立設計 在這裡選擇自定尺寸 在這裡我們輸入寬度和高度 1920x1080像素 點擊建立新設計 像我就建立了一個新的畫布 我們首先需要加入個背景 我需要有一個動感的背景 所以我選擇影片 然後我可以找到一個背景 例如這個背景 是比較具有科幻的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一個Pro的標誌 這就代表 如果你想要使用這個背景 你需要升級到KamaPro才能夠使用 之前我也提到了 大家可以通過評論區的鏈接 去免費使用30天KamaPro 然後我把這個背景拖入到我畫布裡面 像我調整這個背景的大小 然後鎖住這個背景 像我需要加入我的文字 我的文字就是我頻道的名字 我點擊文字 新增一個標題 輸入我頻道的名字 然後我需要修改這個文字的字型 像我就修改了這個文字的字型 是比較偏科技感的字型 然後我需要加入一些文字的效果 我選了這個文字 然後點擊效果 這裡面我們選擇霓虹的效果 現在我這個字體就變成發光的效果 增加了它科技的感覺 調整了這個文字 也加入霓虹的效果 然後我需要調整一下這個字母的間距 我選擇間距 增加一些間距 然後再適當調整一下文字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需要加入一些元素 我們選擇元素選項 然後在搜索欄裡面搜索Gaming 這裡面你可以發現很多這樣的動畫元素 你都可以使用 例如說我脫入這個元素 我調整它的大小 像就給我的片頭動畫 增加了一些遊戲的動感 然後還可以使用這個元素 把它放到邊角 像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剛才我們選擇的這個元素 CAMMA就會自動推薦一些相關的元素 如果你覺得有合適的 你也可以選擇 接下來我發現了這個元素 我想要使用 我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我旋轉它的方向 我選擇這個標誌 然後旋轉它的方向 我也可以加入這個元素 這裡它又推薦給我一些元素 我打算使用這兩個元素 像我基本上加入了我想要的元素 之後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加入你的頭像 為了符合我們這個遊戲頻道的片段動畫 我們需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你可以在搜索欄裡面搜索Animated Gradient Frame 在這裡面你可以找到這個元素 我把它突入到我的畫部裡面 修改它的大小 我可以把我的頭像放到左下角 這裡面我建議大家 因為我們這個片頭動畫裡面 都是動畫的元素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你玩遊戲的畫面 放入到你片頭動畫裡面 會更加符合這個風格 像我就從CAMMA裡面 加入一個別人玩遊戲的畫面 這樣就會更符合 遊戲頻道片頭動畫的風格 然後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像我們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選擇右上角下載 MP4影片 然後選擇下載 像我就把剛才製作好的第二版片頭動畫 加入到PMA Pro裡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今天這影片 我也教你使用免費的工具 用最簡單的方法 來製作出YouTube的片頭動畫 像你就學會了利用Canva 來製作出YouTube的片頭動畫 非常的簡單 大家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哪一種形式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Canva的教程 可以去看我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些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Canva YouTube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還想和我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我IG 在底下我描述完 也有很多經濟的片頭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